開個葡萄賣個巴好像都小偷那樣 我的正常、高水、的生活 這樣搞得我都覺得好像小偷那樣 人真碰碼壓力很大 食環處核下各區小販事務隊 今天起張陸續使用隨身攝錄機 食環處職工權益工會主席歐邦添今早表示 因此前線人員執勤士沒有特別裝備作保護 執勤士如果遇到反抗、衝擊或挑釁 如前線員工自行帶備攝錄器材 攝錄的片段未必可以作為呈堂證據 而有關攝錄機是處方所提供 片段就可以作呈堂之用 他認為這樣對市民也有警惕的作用 歐邦添又表示 措施落實初期大約有200部的隨身攝錄機 將分發到19區的前線員工 預計平均每隊出勤時約有一至兩部 至於什麼時候使用攝錄機 歐邦添指處方早前已經向有關人員進行簡介 最主要是在突發的情況 例如覺得有危險和有必要記錄的事情 而有關人員攝錄前需要向當事人事先表明 至於措施落實後會否有新指引 他就說暫時未收到 攝環處昨天發稿 宣布核下各區小販事務隊明日起 會按實際情況和需要 陸續使用隨身攝錄機 各區小販管理主任職系人員 將於7月內陸續配備隨身攝錄機 隨身攝錄機會掛在小販事務隊人員身上的當眼處 處方聲稱如有關的攝錄片段不具任何調查或舉證價值 或不作其他合法用途 關於攝製日期起計31日後消毀